本期话题 韦歌可以延时吗 张志超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 外科它是我们是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物 那么的话呢 它不是一个延时的药物 延时的药物我们都是指临床治疗早些的药物 第一种情况 在我们国家 现在来说 我们没有一个国家批准的延时的药物 那我们网上我也注意到 有些人也不知道从哪儿 这个渠道啊 给购买一些所谓的这个延时喷剂 那对于这类延时喷剂来说 我们首先说它是不合法的 它是就是单纯的 就是因为这个途径的 咱们就开玩笑 就是一个水货 它是个正规的药物 还是它本身就是假药 所以说呢 我们老百姓没有这样一个会言 你把它进行识别 那第二来说 我们正规的延时喷剂 在我们国家还没有上市 我们医生都是借用一些其他的表白 正规的延时喷剂 它都是要经过各个国家药监局批准的 不仅就是这样的 我不仅是这样的 不仅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我不仅是这样的 调牌的 我费不着 我费不着 我费不着